政府採 Keys YouTube Home 今天天息36度 我們來到大埔三門仔釣魚 這個是魚排 三門仔要做水中天 今天天气相当之好 风也不太大 最适合是钓鱼 看你的样子都不是来钓鱼的 拍照吧 今天的天气 南天 少少白云 但总是一种烟幕的感觉 这些照片看来就像有点忙 可能我的镜子是带上了保护镜 和没有用到遮光罩 所以拍出来就有点蒙了 这次我这部Sony ZEV10是全新机来的 配上这枝都是全新的 18-105的镜头 这部Sony ZEV10 之后 速度都不错 这部Sony ZEV10 在去年尾 即是21年的年尾 突然间因为晶片短缺而停产 去到今年5-6月开始才有 唐货的翻货 所以实在是一机难求 这部Sony ZEV10 Vlog 机仔 重量不过是299克 加上这支镜 427克 总共加上都是730多克 拿出街 拍照 拍片 其实是很轻松的 我觉得我的ackat 就可以相当时 这支镜子最阔可以去到18mm 不过用它来自拍 其实就不是这么适合的 因为这支镜子本身都有一定的长度 扣起几寸 自拍的时候 面型会有少少变形 这里就要留意一下 这支镜子就要留意一下 总论来说这部Sonic ZEV-10 配合这支18mm 感觉上都挺满意的 今次我觉得Sonic 做得非常之好 虽然我这部Sonic ZEV-10 不是在showroom那里买 而是在街铺买的 不过隔了一段时间 它依然是可以给个优惠价我 去买这支18mm 镜子 还是一个非常之优惠的价钱 很吸引 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买新镜 这次比买新镜的价钱更多 值得赞 或者大家都有个迷思 这支18mm-105mm的镜子 好点 还是另外一支 后出的18mm-135mm 这个我都好想知道 或者有机会 我们再两支放在一起 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看 拜拜